在北宋的中期 青岛这个海港 还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商人 这个大商人的名字叫平捡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 有很多的商人 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 但平捡却在青史上留下了名字 据历史记载 在北宋的中期 当时作为青岛这个地方 著名的大商人 他的事迹留在了李涛的 续自知通鉴长边里面 他说密州商人平捡 为三班差事 以三网高利通国信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说密州的商人平捡 密州当时北宋时期的一个行政机构 他这个行政机构就管辖今天 包括青岛在内的这样的一块区域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密州是青岛的前身 所以平捡也可以说是青岛的商人 说密州的商人平捡 被朝廷赐予了一个官职 什么官职呢 三班差事 这个三班差事是一个五官的名称 是一个低级的五官 没有爵位 但是一个商人能够被朝廷授予官职 封官加决 那就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然后接着李涛在史书里面解释 为什么要给一位商人封官加决呢 是因为他三网高利通国信也 三次代表朝廷到高利通国信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平捡是一个商人 他怎么可能代表国家 把皇帝的国书在两国之间进行传递呢 这跟当时宋利之间的外交关系有关 在北宋建立的时候 宋利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友好 但是到了宋朝的第二任国君 宋太宗的时候 那么他与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 就暂时断绝了 宋神宗继位之后 试图恢复与高利的关系 不过宋利之间的关系 断绝了几十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要想建立与高利之间的外交关系 贸然派国家的正式的外交官去那里 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也不知道现在的高利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态度 所以思来想去啊 宋神宗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先派民间的商人去 他们不显山不漏水 但是呢可以真实的摸清楚 高利的他们的政治意向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史书记载当年的宋神宗派出了好几波商人 包括福建的商人 当然就包括来自于青岛的这个海商 就是平检 平检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被派到高利 遗憾的是啊 在李陶的序域资质通鉴长编里面 他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 这位平检出示高利的经过 也没有说这三次到高利通国信 都是哪一年 但是我们根据种种情况进行推测 这位平检 他起码有三个事情 我们是可以推断出来的 第一 这位平检 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青岛的商人 当时的这个青岛啊 属于密州管辖的一个板桥镇 在北宋的时候 是一个著名的海上四周之路港口城市 而这个平检 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经常 与海外做生意的一位大商人 甚至有可能是一位钢手 用现代的话来讲 有可能是当地的商人的首领 这是一个推断 第二个推断 我觉得当时的平检 可能频繁地来往于青岛 与高利之间做海上四周之路的生意 甚至对高利国的国情 也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在那里可能有门路 要不然朝廷也不会派他去 这是第二个推断 还有第三个推断 我觉得这位平检 很可能还是一位爱国的 智慧的商人 当时的宋朝啊 商品活动非常的活跃 所以商人的地位也很高 这样庭检才能代表国家 来三次通国心 所以我们说 在历史上 特别是在漫长的 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上 有大量大量的商人 茫茫的这个隔壁滩上 大海的波浪之间 他们都在奔波 这些人 他们背后是强大的祖国 祖国富强了 是他们经商的依靠 如果祖国又危难了 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 解囊相助 遗憾的是 在四舌之路的历史上 很多人没有留下名字 而平检 却把他的名字 写在了青史之上 所以他这个名字 我觉得平检 反而是不平凡的 不简单的一个商人 正是在平检的努力之下 宋利之间的外交关系就恢复了 恢复之后 青岛的板桥镇 就见证了宋利之间的 频繁的外交活动 和频繁的海上丝绸之路 贸易活动